請問大家 有人知道明年8月第四個禮拜就是我們的公投日嗎 如果你現在去做調查 我跟你講 可能很多人不到10%的人會知道 明年8月可以投公投 是公投的日子 所以自然也不會有人去提公投案 所以慢慢的漸漸的 大家就忘記台灣可以公投 這是人民直接啟使權利的機會 因為2018年那一年公投定地方大選 民進黨大敗以後 沒收公投 沒收公投榜大選 所以從原本的兩人公投 接著來這個關鍵鐵 民進黨見腹惡毒投屁的方式 在去年的臨時會就通過了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 我們正下唯一的機會 就是在明年 我們提一個公投案 這個公投案叫做 恢復公投榜大選 尤其在第一線的地方 政府這些行使 權利或者是 安慰民眾健康的公務員 他們是很辛苦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覺得 就算有任何的問題 也應該是中央要協助地方 來解決問題 而不要造成集成士氣的打擊 尤其防疫這件事情 中央的標準也應該要製 也不應該說不同的時間 就有不同的標準 或者是有兩套標準 更不要有任何政治 或者是中央地方的考量 或者是中央地方 Zwift